作曲 李宗盛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我們把每一個專業人才放在適合他的舞台上面 以最近一個例子而言 我們夢想就入圍了台北電影獎的最佳視覺效果獎 這部電影叫做《狂圖》 那這個算是有點滿足到我們一開始進來夢想的一個目標 就是集結各種不同的專才的人 大家一起來完成這個目標 像關於ASUS ROG BV 系列這一段作品 其實我們公司呢 平常就有準備相當多角色表演動態的專家 來製作這些相當龐大的動態 客戶會比較 比如說像要求到臉部啊 或者是說他有特殊的人物設定 所以說你必須要了解說這個角色 它的設定到底是什麼 然後透過自己的想像或找各式各樣的reference 然後去達到說 客戶特殊心中想像的東西 WACOM幾乎佔了我生涯百分之九十九的使用程度 沒有他就做不出作品的境界 但是差異在於 我如果要focus更精準的 或者是更detail的工作項目的話 他螢幕的解析度啊 或者是說他的介面 使用介面來講 然後他可以放到非常的細緻 就是他就是那個panel 我可以隨時把熱線放在手上上畫 然後我必須再做出一些很奇怪的姿勢來畫這圖 然後長期下來 這對我的疲勞累積減輕了非常的多 隨光搖滾吧 夜台布袋戲這個專案裡面 就是主要我做的部分是角色設計 就是首先我在研究資料的時候 回去參考就是導演給的一些關鍵字 那些布袋戲戲偶 就是歷史上會有的造型 真實中國傳統服飾 還有現代偶像仙俠的造型 然後再把這三者結合在一起 讓他處於一個比較平衡的狀態 在使用Synthic Pro 24的時候 其實我覺得比較驚喜的是 就是我發現新功能 因為我之前非常用 非常愛用套手工具 可是這次我可以就是很滑順 直接用套手去填滿 就是我自己使用的 設計的不管是植物還是角色的外觀 所以這等於是加速我的工作流程 因為有時候可能會受限於電匯 你在創意發想上會有點卡住 然後這時候我會轉換到紙筆去幫助我再思考 可是在Synthic Pro 24的時候 我可以比較更直覺去解決這些 就是被卡住的問題 那我覺得這對我在創作上非常有幫助 我會不會再次的一段時間 我會不會再次的一段時間